明星期待會 今天解釋 肚式 層次太極拳的開頭 金剛倒墜 從起是 有人是這樣打 也有人是這樣打 都可以 扣 後拉 上去 提 OK Don't Train 所以這個整個movement 在太極拳裡面跟 八極拳還有披掛還有一些 我們其他舞壇比較熟悉的拳種 比較不一樣 太極拳練的是一個 一種理念 理論 拳理 身體的運動方式 很多轉動 身體每一個細節都在轉 從內到外 所以它在動作裡面 可能會有點抽象 但當你一旦練到的時候 你其他的這些movement 就會比較通 那在乘制泰拳裡面 它前面幾個動作 在我來講我是覺得是最難的 Once you learn 前面這幾個動作 後面都會比較smooth一點 金剛倒錐剛開始從這裡 它是一個接手 接手不一定是直接接手 他也可以去碰 碰觸 所以對方如果出拳 這是一個接手 我如果手在這裡 這是一個接手 但接手不是只有擋 他在接的時候有轉 泰拳就是轉動 他一轉動的時候 施加壓力 他一定會開始再打另外一拳 你的手還在這裡 所以不要放 One more time So two punches OK 你的手還在這裡 OK 那金剛倒錐它這裡下面有這隻手 這手還在這裡 因為前面這手在這裡 是有力 OK Here 這裡有一個撩陰 因為它是一路這樣上去 OK 這可以撩陰 打下巴 提吸 吸撞 OK都可以 這上去 打下巴 OK 那接下來這個倒錐 所以倒錐練的是一個 全身一起下沉 OK 的一個 一個身體運動方式 那當然不是說要這樣打人 那它既然是倒錐的話 它可以 它是 其實 它是有一個這樣的轉動在裡面 OK 它是 這樣轉動 只是我們在練的時候 是把它變得很細微 不去 不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這是 很細微的一個 一個轉動 所以每個動作 都在轉 轉 轉 後腳 轉 前手背也有在轉 OK 上來 這裡 還在轉 所以都是一個大圈 到這裡還有一個小圈 再上去 那這手 如果說 它判出來 這可以吃進去 這手還在這裡 這也可以變成倒錐 又變成倒錐 OK 那再一次 這也可以 踢 踢 OK 因為你在 往後拉 往後 劃進的時候 你所有 我們這裡有個座盤式 不是座盤 這個鋪腿式 你所有的重心都控制在後腳 所以這時候 這裡可以做踢腿 然後這裡有 氣座 所以這一個金剛倒錐動作裡面 含著很多 細節跟用法 在裡面 OK 還有一個 就是接手以後 如果你接得到手的話 他的手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把槍 大槍 OK 這手控在這裡 這手在這裡 OK 跟我們的控槍是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動作在這裡 是有一個槍的感覺 OK 所以 這在這裡 OK 控制 所以你把他手保持直線 OK 就像你在朝槍一樣 你控制他的肩膀 好 控制他的肩膀 OK 然後他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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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就像